谁也没有想到一场NBA的常规赛能够变成 数世级的泡沫剧 11月9日 在绝经对阵热博的比赛中 大莫里斯为了给队友出头 恶意撞击了约基奇 可是让大莫没有想到的是 约老师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孩子 被大莫恶意撞击后 约基奇从背后的大力冲撞 让大莫里斯倒地不起 甚至担架都赶到了场上 本来这也就是大莫和约基奇两个人的场上矛盾 不过随着巴特勒在场边叫嚣约架 以及赛后带着 若瑞 巴格巴约等人的赌门 事情的性质改变了 在赛后 被撞晕头的大莫在社交媒体上 继续挑衅约基奇 显然他对于两者在30号的再一次对决 放出狠话 随后小莫里斯也为哥哥喊话 等我哥转身撞伤他 我记住了 大小莫里斯或许以为 他们的红筹避开 能够吓到约基奇 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 约基奇家有三兄弟 而且三兄弟中约基奇最怂 为什么这样说呢 约基奇在采访中曾经表示 两个哥哥小时 后会让自己爬树 如果做不好 他们就会向自己射去飞刀 听听 这两个哥哥不仅身材不出约基奇 而且从小就是五刀弄箭的主 值得一提的是约基奇的两个哥哥 一个是UFC的职业选手 战斗力爆棚 另一个和瓜哥是一样的存在 弟弟被人恐吓 约基奇的两位哥哥也是注册了社交动态 动态上面也就一句话 想进一步趁着我们来 我们奉陪到底 11月10日 NBA联盟对于约基奇 破大莫里斯 巴特勒的处罚来了 小时的大莫被处于5万的罚款 巴特勒由于试图升级冲突 未能遵守安全 采访规定被罚款3万 约基奇则被竞赛一场 但看处罚约基奇 这边似乎要轻得多 可是按照NBA的规定 竞赛是没有工资的 所以约基奇的损失高达21万美元 弟弟被欺负 还损失21万 面对着大小莫里斯的叫香 以及美国媒体爆料 巴特勒发自信给约基奇说 如果不公开道歉 事情会闹得更大 约基奇的两位哥哥 果然是实干派 根据美媒NBA三重报道 约基奇两个哥哥 已经买了绝筋客战队 任何比赛的门票 会到迈阿密场边观战 显然这两位 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就是不知道巴特勒 和大莫这一次还敢等应吗 这一不就就看了 又不就看了 听光是这么多的 我没看了